全中国的五一足足放五天假 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么各警区呢 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都要出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而北京最新出现的传播链 是个超级传播链 一个确诊者上公厕散播了病毒 导致了后来有40个人全面染疫 因此北京要求封控区里面的公厕 绝对不准两个人同时如厕 故宫博物院五门入口处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游客 游客三三两两为配合防疫 北京故宫关闭室内展厅 人手手了大半 这回即便大陆五一假期 一连放了五天假 但北京各个警区公园 都有严格管控 没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到警区处处受限 于是许多人改变出游行程 选择走向大自然 北京郊区露营大受欢迎 不能远行 所以我觉得就是选择这个山景的一个view 就是在野外 大家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呀 然后吃吃东西烧烤一下 就一个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在大自然环境里打庄篷 几家人聚在一起卸下口罩聊天拍照 光是这个五一假期 露营相关预定量是去年的三倍左右 市场更预估大陆今年露营产业规模 将超人币350亿 营地是属于户外空间 在这个空间内呢 我们可以赋予更多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这个帐篷只是其中的一块 户外的这个投资回报周期 要比原先的民宿或者度假村 投资收益的周期要缩短很多 相较郊区露营的歉意 北京市区正处于疫情紧绷氛围中 3号北京再新增51例感染者 还出现超级传播链 有一例感染者因三次上公测 引发三例续发病例 继而引发了近40例的感染者 提醒市民朋友上公测时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公测传播病毒 北京下令加强消毒 且要求封控区内的公测 禁止两人同时如厕 另外又鉴于疫情升温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在放完五一假后 继续停课一个星期 而在疫情降温的上海 3号新增感染数降至5000例以下 为日后解封做准备 各公共场所超市商场 申请场所码 类似台湾先前的十连制 初记录行动轨迹 扫码时手机显示 个人筛检结果供查验 然后刚刚又重新做了一次抗原 抗原是一到杠之后 才可以进来的 所以说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谨慎避免疫情反弹 就算从方舱返家的康复者 也规定回社区后 要七天居家监测 早晚测量体温 第七天验核酸为阴性 才能解隔离 七天之内是不能出门的 好的好的 请你妥善安置好自己 千万不要随意走动 大陆对严格防疫的坚持 丝毫不让步 一有疫情就封控 许多产业因而受到冲击 服装市场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那个春装 女装服饰来看 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大概也有一个 百分之六十的这样一个下降比例 由于大陆本土疫情 从二月起至今 没断过 许多城市陷入管控 在减少外出下 购医需求自然锐减 导致春装滞销 惨的是过了四月后就轮下庄上市 现金流全部押在春装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款 下款呢客人又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 然后我们现金流就没有回来 然后我们现在设计团队呢 全部在研发秋冬款 库存积压的春装已经过时 店家承受巨大资金压力 大陆防疫政策如果没有调整 资金不够雄厚的中小企业撑不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